桃園一家直升機 載著一名登山受傷的男子 送上救護車緊急送醫 復興商山區2014年 更有一名老翁在枕頭山失蹤 沒想到兩年後才被發現 只剩一具白骨 晚上就比較多人進來 都知道是 晚上沒有 一入夜就沒人敢再上山 原來這附近流傳許多恐怖傳說 原住民認為說 我們佔領他們的土地 然後就會這個慘的世界 山上的傳說還不止這些 大霧瀰漫的山上 兩公尺高的霸堤上 竟然坐著一位老人 還對駕駛笑 但這高度年輕人也爬不上去 但或許老年人有輔助工具 遊暗的隧道被黃光遺照 氣氛更加詭異 就有傳說一名女子 在路中央對司機招手 司機不敢停 直接衝過去 聽似懸疑 但或許女子只是需要幫忙 傳說歸傳說 但住在附近的居民 卻是沒遇過無法解釋的事 只能說信者橫信 記者林中正 曹惟生 桃園報導